阿里巴巴 09988 创办人马云 失踪两个多月后周三,20日,终于透过视讯延伸 推升阿里股价暴障,但外媒分析指出 关于马云的命运营流下大量的未解的迷团 马云可能还未脱险,蚂蚁集团仍有可能会被分拆 马云在去年10月评击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后 中国监管机构要求蚂蚁集团整改业务 并对阿里巴巴启动反垄断调查 外电报道,马云周三的视讯谈话内容 与他去年10月的言论相比,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语调 谈话中呼应了内地所拥护的主题 报道又指,尽管马云确切下落形不清楚 但他在视讯出现或有在于平息有关其命运的谣言 香港投资咨询公司开源资本 首席投资官Brock Silvers表示 马云意外现身,就像他早前失踪时一样突然 这可能是马云和中国监管机构的关系已趋稳定 但他补充,马云可能还没有脱离险境 也许已经找到各方能够接受的路径 但蚂蚁集团看上去仍有可能会被分拆 而监管机构的限制 几乎肯定会使马云集团先前的估值大受影响 自去年11月上旬马云集团上市被叫停后 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和马云集团的联合创始人马云变消失于人前 直至今日20日中见其首度露面 长合时透过视频与内地百名乡村教师见面 受消息刺激 阿里巴巴股价金五股价升幅扩大 即使高位建270元 升于百分之十 全日收报265元 升百分之8.51 成交于274亿元 外电报道 马云今在一次网络会议向一批老师发表讲话 这是其举办的年度活动的一部分 以表彰农村教育工作者的成就 据讲熟悉此事的人证实了他的出现 该消息首次在当地博客上报道 自去年初监管机构 把马云集团的350亿美元中港上市计划叫停后 马云一直处于公众视野之外 如今在公开露面 虽然只在网络上 为了有助減缓市场对其去向的疑虑